小女孩长期哀饿 受到只剩皮包骨 像这样令人心碎的景象 联合国警告 未来可能越来越多 联合国预估 如果无法改善气候变迁 及减少冲突 全世界需要援助的人数 将不断攀升 2022年可能来到两亿 叶门因为内战将近八成 也就是两千四百万人 急需救助 此外医疗服务在冲突地区 也成问题 光是2019年1到9月 就有近八百起攻击事件 医疗人员及设施遭殃 除了气候及战争增加援助需求 全球经济衰退也是主因 即便有其他慈善组织填补援助缺口 联合国估计还需要290亿美元资金 相当于8700亿元台币落实人道救援计划 大家新闻 罗文景编译 好 落实